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这支视频呢也会是今年的第一支视频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元旦快乐 然后今天呢也准备开始把家里的一些装饰拆掉了 所以最后一个机会我可以坐在圣诞树前面 再跟大家录一支视频 然后我现在坐在一个垫子上的 很暖和也很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之前有跟大家宣布怀孕了这样一个消息 因为我是坐试管怀孕的 所以呢有收到一些留言啊私信什么的 大家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关于我孕早期 first trimester的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所以呢准备做一个Q&A 集中跟大家回复一下 然后也跟大家聊聊天这样 我有在Instagram和B站上面公开征集问题 那我今天的问题呢大概会分为我觉得三个部分 前面是可能和试管相关的一些问题 很多人问费用啊 医生啊 还有注意事项什么之类的 然后第二部分呢 大概就是跟怀孕相关的就是一些身体的变化啊 我有没有孕反啊之类的 第三部分呢可能是跟baby宝宝有关的 比如说他的性别 有没有名字 还有之后可能今年频道的一些发展相关的问题吧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其实大家问题还挺多的 然后我有把它们都总结在我的一个小本子上 第一个问生化了应该要怎么样调整心态 我其实收到很多的私信留言 大家都是在说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生化或者流产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说的不够多对这个话题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流产率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几 也就其实相当于每四到五个人身里面就有一个是会流产的 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很高 但是可能我们平时生活中真的聊到的比较少 所以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流产是一件好像很难发生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情 但是就数据概率来讲的话其实是蛮高的 那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发生的概率其实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要特别的难过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流产这件事情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和你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这个胚胎可能不太好 作为自然淘汰的一部分吧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就是theory那么说 现在怀孕了好像有的时候脑子不太好用 会忘记一些词 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相信自然淘汰这样一个原理的 虽然这是一个精神上很难接受的事情 但是理性上来讲我觉得你要学会去接受它 那第三个呢就是医生跟我讲的 就是在你流产过后的这半年之内 当然如果你是有做一些手术啊 你需要恢复好了之后再进行啊 这半年之内你的怀孕的几率是会比正常人要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你一定要调整好你的身体和心理 如果你是想要小孩的话就是认真的去备孕 说不定很快你又会怀孕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流产之后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然后就又怀孕了 对于我来讲呢可能当下的那一天发生的那么一两天还不会多难过 但是你后面回想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种伤痛吧 我当时有在YouTube上面看很多人分享他们流产或者生化的一个经历 他们在讲他们的一个感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有人跟我想的一样 可能有找到同类的感觉 我当时正好有在听Michelle Obama的那本Becoming 就是他的那个书里面也有在讲他当时流产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也给了我莫大的一个鼓励 当你知道别人也有经历这些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里面会好受一些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但是希望你能够快点走出来积极的开始准备下一次怀孕 IVF前有做IUI吗 IUI呢应该是人工受孕的一个简称 就相对于IVF就是试管来讲 它没有那么的有侵入性或者伤害性 我的理解就是它会对你进行一个排卵的这么一个监测 然后在你最容易受孕的那个时候 通过人工辅助的办法把金子打进去 其实有点像作弊 就帮金子抄作业让它直接走到它需要到的地方 但是我当时就像我视频里面说的 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有一点点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呢我想要选择一个成功率会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具体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感觉好像IUI的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 当然我也有看到有的人可能做IUI一次就成功怀孕了也有 就是自己觉得我IUI不会成功 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了这一步做了IVF 但是IUI是大家可以值得尝试的一个办法 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在问是怎么找到我的医生或者我的诊所的 然后想要我分享 那我视频里面呢其实我所有的东西都有打码 我的医生也没有出镜 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在给他打广告 那也真的不是广告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重大了 我不想要随便给人家推荐 并且呢我觉得我的一个经验体验并不代表你会跟我的体验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并不会在视频里面跟大家推荐我的医生 但是我会把我去的那家诊所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当时确实在做诊所和选医生上面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功课 首先呢其实你在一些专门的生殖诊所的网站上面一搜 就可以找到你附近的很多的诊所 第一个呢你要找你去看会比较方便的 很多时候你可能每隔一天就会需要去到一次诊所 如果你离这个诊所很远的话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第二个呢就是医院的一个资质 其实我今天还在跟迪伦聊 我们好像没有说要看一下这个医生资质是怎么样 好像没有 但是我觉得美国它只要能够开启来的这种生殖诊所 那一定是经过检查的就是过关的 你可能会看一下这个医生毕业的学校的经历 他有在做这一行做了多少年了呀之类的一些经历 当时其实有在Yelp上面 你可以查医生的名字或者查诊所的名字 看到下面很多的别人的评价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当时我搜到这个医生呢就是因为 就是那么多条review里面几乎它是满新的 没有人说它不好 如果你看大家一些评价的话 你可以看就是那种打分非常低的 你看他为什么不喜欢它 它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也不能接受这些点的话 那最好你也不要去了 然后还有一些网站上你可以查 比如说每一个诊所 它的一些成功率呀 过去的这些年的一些数据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大的数据是过去比如说几百个病人 所有案例的一个数据的结果 但是落实到你真正个人的话 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说年龄的限制啊 然后你自己自身的条件啊等等等等 有很多这种因素 所以这些呢也只是一个参考条件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医生去跟他们做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initial consulting 我反正当时看到的大多数还是要给钱的 好像是两百多块吧 每个医院诊所不一样 我当时决定我这个医生就是因为虽然是就是电脑上的视频 面诊了 但是他整个下来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有耐心 你想象一下一个医生他每天都在面对同样问题的病人 解释同样的东西 他可能每天要做很多个这样的面诊 他都非常有耐心的准备 他的PPT 一页一页非常有耐心的给我们解释 大概花了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我当时就觉得他真的很有耐心 然后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也确实证明他真的非常有耐心 然后几次可能周末的那种临时的情况下 给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他也都有及时的回复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就跟病人亲自沟通最多的一个医生 因为很多这种诊所可能其实平时看你的都是护士 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情况下都是他自己亲自跟你沟通 比如说他亲自给你打电话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体验很好 虽然我说了以上这么多 但是我也不知道如果你去的话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体验 然后我也记得当时他有在带一个新的医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诊所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医生去看病 这都是你可能自己需要去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做research 然后你能看的能找的资讯能够跟他接触的沟通的都尽量的去跟他沟通 不要嫌麻烦多看几家多沟通几家医院 前期的这个时间和金钱是不能够节省的 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在问说IVF的一个价格 我是在美国加州做的IVF 然后我的保险是完全不包的 所以所有的试管的流程都是我自费的 大概跟大家说一个数字 我觉得在两万三千美金到两万五千美金之间 这也是我当时就是在去这个诊所的时候问过他们 就我做这样一轮的试管下来大概要花多少钱 他们有跟我说你要准备差不多两万五千美金 但是这个数字呢可能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我看到有的人是几千块钱就做完的 有的人是一万多有的人是两万多 package整体的收费大概是一万五千多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移植手术单独好像是两千五 如果我关系错的话 然后呢会有差距的地方就是在用药上面 因为每个人他的药量会不同 根据你打的时间的长短也会不一样 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个用药量的从低到高的这么一个区间 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区间里面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 然后有的人呢也会有保险啊 然后或者每一个周的收费会不一样 PGS它又是额外的一项收费 每一个那个囊胚送去做染色体检查是有一个费用 如果你最后有十颗 那你的价格跟做两颗三颗的那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 因为我是一次触牌一次移植就成功了 那像当时我的视频里面也说我比较担心 怕如果我的结果不好的话 我是不是要做第二次的触牌移植 那这又是重新的一笔花费就会往上叠加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仅仅费身体也非常费钱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当然很幸运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那国内的话或者其他国家的费用呢 我就是不是很清楚了我也只能跟大家分享我做的这样一个价格 IVF最疼的是哪一步应该算是取卵之后的附水 真的那个是我觉得最疼的跟打针什么的比起来 还有人问说取卵之后增重多少有没有长白头发 记得我是差不多长了五磅 可能是因为附水的原因 但是我估计那个很多是水分吧 然后所以那个附水消下去之后呢 我的体重慢慢的有降下来 那当然我有自己在刻意的注意这一个方面 很多人在做试管的过程中增重十磅十几磅的 我觉得可能都很正常 可能有的激素啊对每个人的作用也不一样 但是白头发这个自己时不时的会有一点点白头发 但是你说取卵之后长白头发 这个我好像真的没有注意 大家有一些问说备孕的建议 大家可能都知道备孕就是你要提前三个月开始吃叶酸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吃叶酸特别的不舒服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那个体验 我还专门买了那个就是很多人吃的艾乐维 好像是这个品牌的吧 或者美国本地的一些叶酸我都有吃 我觉得我吃了不是很舒服 但是坚持那么一个礼拜之后呢 你可能就感觉不到了 我觉得你只要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作息和饮食 大家可能看vlog肉眼的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的作息其实不是很好 特别是我工作的原因 我们经常晚睡晚起吃外卖啊 吃一些素食之类的 这两年我觉得真的整体上面可能大家不觉得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改善 早睡早起 平时呢会有运动啊 然后吃的东西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比较多 我觉得就会稍微健康一点 当然你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吧 还有呢就是迪伦有分别做过两次的精子检测嘛 然后它是属于精子的异形率 不是说特别好的那种 我们也有看很多 然后也有医生的建议给我们说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之类的 它吃了整整的一年 它的那个质量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就是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吃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可能对你身体有好处的话 你可以多试试 其他的一些食补啊我觉得也都还好收效甚为吧 豆浆我也有喝过 之前喝那个什么黑豆的稀饭煮的汤啊 我妈妈之前来美国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带那种就是泡脚的药包 我也泡了几个月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我被孕的时候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放轻松 你不要去管它 它自己就会来的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放轻松 那么恭喜你 你很棒 我觉得心理素质非常的强 但是真的做不到 反正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做不到 当然我肯定有尽力的让自己说不要去想去放松 然后我们也有比如说出去旅行啊 或者是平时开心一点啊 尽量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脑子里面始终会有这么一根线是绷着想说你是在备孕的 然后每天又还要吃补品什么的 就是你说完全不去想 对我来讲真的很难 备孕了多久去做IVF 我是备孕了两年没有成功 所以我去选择了做试管 其实好像我觉得如果你一年多没有成功的话 都可以去了解咨询这一方面了 还有人问说有没有做书卵管噪音HSG 我是没有但是我有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做了书卵管噪音 然后好像就很容易就受孕了 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去看 然后在这边呢我也有看医生 没有人跟我提要让我去做书卵管噪音 所以呢我就没有做 这个好像跟你自身的经历也有关 如果你之前有公外孕或者是有流产的经历 好像说你的书卵管比较容易有堵塞啊 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这个具体我不清楚 但是因为我的看的医生从来没有提过 也没有叫我去做这个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做这个书卵管噪音 这个很多人问就是我移植了一颗还是两颗 有没有想要做双胞胎或者龙凤胎这样 是这样的 我的医生呢他是不做移植两颗的 然后我感觉在这边很多三代试管 他其实是不建议你去移植两颗的 好像数据上来讲 两颗的成功率还没有一颗的高 看到很多人做两颗或者做双胞胎 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先胚移植 就是没有经过染色体检查的 不知道这个囊胚的质量 所以他想要放两颗进去看这两颗是不是有一颗能够存活 这样 但是呢我做的这个三代试管 它其实是可以保证一个这个囊胚的质量的 医生跟我说我的成功率大概在70%左右 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成功率了 在我的囊胚很健康的情况和我自己身体很健康的情况下 医生是不建议你一只两颗的怀双胎的风险会比怀单胎的多很多 怀双胞胎的妈妈真的都很伟大 我每次看到那个肚子那么大 你的身体承受的东西真的会很多 我自己呢也是比较倾向于只做一个 因为我自己有点不敢去尝试双胞胎 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受不了 如果你在这边想要做的话 你可以提前跟医生沟通 有的医生是可以做的 有的医生是不愿意做的 试管有年龄限制吗 试管的最佳年龄是几岁 the short answer is 它是有限制的 因为毕竟你要是在还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来做 然后我其实觉得当时我做试管 就前期开始跟医生沟通的时候 第一件比较震撼我的事情就是在生理上来讲 女性的这个生育能力确实是跟年龄相关的 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 它会把你分成35岁以下 35岁到40岁 然后40岁以上 35岁之后女性的这个生育能力真的是 哇 急速下降的 所以说高龄或者40岁以上你要做试管呢 你可能要承受的更多 然后还有一个人问我的AMH是多少 因为看到我取了29颗卵 觉得我的AMH应该很好 AMH呢就是你的卵巢储备功能的一个值 我印象中AMH是4.3 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AMH值 在国内的话好像可以去查一个叫做激素六项的 它也可以判断一下你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激素啊 包括像AMH这些 其实它就是评估你整个子宫整个卵巢的一个生育储备能力的 这个听起来真的就是很难过 因为现在真的我觉得女性自立自强 真的三十几岁真的不算什么 但是不幸的就是你的这个生育能力真的是跟年龄挂钩的 因为我三十几了 所以我在做完试管之后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真的是越年轻做越好 不要一直拖下去 因为到后面的话你可能要吃更多的苦 关于试管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孕期相关的问题 我的孕产期呢是明年的5月底 所以我现在算是一个孕中期的状态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我 我最想要吃的东西是萝卜干 这是为什么我有在视频里面自己做那个萝卜干 真的好想吃啊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孕早期的时候 很多想吃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我小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吃的一些家乡的东西 那个时候特别想吃一碗酸辣粉 手机上看到别人吃一碗酸辣粉的时候 我真的都要哭出来了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孕反 有没有孕吐是怎么缓解的 非常幸运的是 我完全没有干了我都没有 然后更别说孕吐了 我就真是非常的幸运 但是我当时其实有点羡慕别人孕反的 因为我看别人孕反的都有瘦啊 或者体重有减轻 但是我在整个怀孕开始 就是体重非常平稳的在增长 就是这也是我可能怀孕以来 最焦虑的一个点就是体重 然后后面会跟大家再说 然后这个人问我说是如何在怀孕 身心压力下保持高效工作节奏的 其实我是一个很少就是跟自己说 you did a good job那种性格的人 我觉得我都没有 但是呢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我孕前期真的做的很棒了 虽然我没有孕反就是呕吐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当时还是有一些早孕的反应 当时特别的累特别的困 大概五六周的是吧 特别的严重 就每天我到下午的时候真的就要去睡觉了 我没有办法工作 为了不影响我工作的进度 我基本上就是起很早 然后早上一起来立马投入到工作状态 把我今天要完成的事情 努力的赶在下午三点钟以前完成 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到了那个时间点 我就困到不行 没有办法工作了 我的办法就是在我自己人舒服的条件下 尽量努力的工作 但是呢我真的特别能理解 就是在怀孕之前我不知道 哦为什么就是你怀孕了就变邋遢 就变懒惰了 我不要这样 我一定要打鸡血 就是怎么怎么样 真的做不到 就是这是你的一个生理的反应 你会困会懒惰 真的就是你就去好好的休息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真的特别的伟大 他知道他怀孕了要怎么做 虽然可能你自己感觉身体表面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你的身体的内部在高速的运转 因为他在准备要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你一定要给你的身体足够的休息和足够的时间 那我们的身体他非常的聪明 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他告诉你说你累了 你要去休息了 真的就工作什么的稍微放一下 你就去好好的休息 对于我来讲因为怀孕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这个绝对是我的priority 我最重视的事情 在这里呼吁宝妈的老公啊或者家人的话 一定要照顾好他身体上面情绪上面 也要多理解他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要去偷懒 或者不想要做事情 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做不到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问我的孕期焦虑 有没有体重啊或者是什么的 一个像我之前说到的我的体重焦虑 怎么说呢 虽然我自己在怀孕之前也不算是那种特别瘦的体质 但是我身高1米66 然后体重50公斤 然后我是长期维持在这样一个体重的水平 如果我比如说这两天过节吃多了 那我会之后稍微控制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吃清淡一点 或者饮食上稍微注意一点 那把它控制下来 那我的体重又会回到50公斤 然后在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体重下面 现在你怀孕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体重一点一点的上涨 你不会说我饿两天然后这个体重就可以瘦回去 这个体重只会继续增长上去 就是一开始我真的还蛮焦虑的 然后现在19周我的体重大概长了有4公斤 就是8斤的样子了 然后还有我觉得孕期真的非常容易便秘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体重的增长到底真不真实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的身体真的有在变化 我有看到说如果你的孕期体重增长在20斤左右的样子的话 你的胎儿大概是6-7斤的样子 然后有多少斤是你的胎盘养水的重量 有多少斤是你为了怀孕你身体里面的血容量增加的重量 这些都是我在怀孕之前不知道的 然后我原来一直觉得孕妇说她怀孕长胖了呀 或者体型变了呀 都是我觉得你可能不够自律 自己没有控制好体重什么的 怀孕了之后才知道 有的时候你的饿还有你的食欲真的是控制不住 我原来是那种早上吃了早饭 我到中午可能吃个小零食 也许就可以撑一撑的那种 但是现在我真的不行 如果我7点过吃了早饭 我差不多10点半11点不到我就饿了 而且是那种我会饿到很慌张 如果我不吃东西我会真的很难受的那种 所以呢这个真的不是说你自律或者怎么样 好像就能够稳定住的 就经常看到有人说什么长胎不长肉啊 整个孕期胖了10斤这样 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我是不是要该控制一下了 我早期才这么几周我就长了这么多体重了 我真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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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但是我近期跟一些生活当中 生过小孩的妈妈交流 发现他们怀孕就都长了30斤40磅这样 然后我看他们现在恢复的也很好 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跟我说他怀孕的时候 大概长了30多斤 然后他还是小个子哦 生完小孩喂奶的时候比他生之前都还要瘦 所以我好像又觉得也许我不需要那么担心 说出来大家也许觉得不能理解 觉得说你好不容易怀孕了 长胖就长胖啊怎么样的 对 但是这个焦虑在我身上是真实存在的 我也就是不想跟大家隐瞒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呢我有在积极的调整我的心态 我也觉得说只要我平时吃的健康 我不要大量的吃什么垃圾食品啊 因为现在孕中期了嘛 我也可以稍微增加一些运动啊 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作息饮食 就是长胖一点 那就让他长胖去吧 问我会不会继续做美甲 因为有看我做美甲 那这就涉及到很多孕期的一些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大的一个方向和概念 就是听你的医生的 如果你有一些疑虑的话 我觉得尽量去找一些科学依据的说法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孕妈妈最好就是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然后美甲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 我自己做的是甲油胶 首先呢在这边做美甲是可以的 可不可以做美甲 一些权威的机构都是跟你说可以的 甲油胶可能相对于指甲油来讲 会再更安全一点 然后我也有咨询我的美甲师 他说我用的这些产品呢 孕妇安全的成分的 我自己跟我的美甲师做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 所以我其实对他的技术 他用的产品还是比较了解 比较放心的 差不多一到一个半月去做一次美甲 但是他每天可能要做好几个人 然后他在今年呢 刚刚生完他的第三胎 然后都很健康 所以呢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那这个是在我自己有了解到 他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你不要去外面做一个什么不了解的 一个小作坊 不知道有没有资质的美甲师 给你做一个三五产品的指甲油 那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一些担心疑虑做了 你会害怕睡不着觉的话 那你就别做了 美国的医生对孕妻的饮食运动 以及生病用药的建议 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说一下我的这个OB 我的OB我觉得他真的是孕妻反卷第一名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 第一次要去看我的这个OB的时候 我还是蛮紧张的 不知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什么风格 然后会给我一些什么建议 然后我也带了很多的问题去 这个能不能吃 那个能不能做 可不可以喝咖啡什么 就各种问题带着去问他 他可能也知道你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他特别特别的有经验 做妇产科医生可能有十几二十多年了 然后进去就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大堆 运动半小时 还有每天都做 OK 特别是运动 不管你是出去走路啊 做瑜伽啊 锻炼什么的 只要你不肚子痛 不流血 那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在吃的方面呢 他有跟我说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生肉 因为就是会有里斯特菌这样感染 好像现在孕妈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词 我也会把一些我查到的资料放在下面信息来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阅读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鱼类 吃鱼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因为它们蛋白质很高啊 其实很有营养 你应该多吃鱼 但是有一些深海的鱼 因为它们的拱含量 或者重金属的含量会超标 所以你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在鱼的类别的选择上面需要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因为在国外 可能大家吃芝士吃的比较多 所以一些soft cheese你需要注意 其实它们也就是被归类为 就是没有经过巴士杀菌的这样一类的知识 比较容易给你传染一些细菌疾病的 其他的就都还好 他就没有跟我说有什么限制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主要维持一个健康的饮食 其他的就没有了 然后因为我是试管毕业过去的嘛 整个过程呢 我其实很紧张 前期的时候就平时走路啊什么的 我都很小心 就是稍微有点玻璃心这样 但是呢 他就跟我说 你现在已经试管毕业了 来到了我这里 你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跟别人一样的孕期 你已经完成了 男的那个部分就是让你怀孕 那你现在怀孕了 怀孕很简单 生小孩很简单 难的是小孩出生了之后 照顾小孩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所以现在呢 你就好好地享受你的孕期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怎么开心怎么来 然后从他的那个诊所出去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一下好像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 自己可能之前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吧 他真的就是粉碎了我的很多焦虑 那当然如果你在平时生活中 遇到一些吃的东西啊 或者什么东西 你不太放心的时候 查一查现在怎么方便 比如说你可以查一下 我可不可以吃这个 我可不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还有就是你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最好就阅读一下包装 特别是乳制品 看他到底有没有写pasteurized 就是八式杀菌的 然后在我孕早期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想要吃火锅 然后吃螺蛳粉 这种辛辣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真的吃完了之后呢 我又后悔觉得说 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很健康 但是我觉得孕早期的时候 已经都很难过了 你偶尔吃一些这种东西 也不用特别的觉得有负罪感 还有呢 我觉得很多我们孕期 该做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一些标准 跟20年前的一些标准 可能也非常的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时代在进步 科学在进步 可能也有新的研究出来 所以孕妈妈就是自己做判断吧 就是对自己负责 咖啡是可以喝的 如果你之前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你突然今天想喝一个咖啡了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身体会不舒服啊什么的 那我觉得还是建议你少喝 或者喝低音的咖啡 那我自己呢 是在孕前就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 那我的那个OB也说 只要你不喝一整壶咖啡 你每天一到两杯的量 正常的量是没有问题的 咖啡因这个东西 大家也不能仅仅只看咖啡 像你喝的茶 可乐 奶茶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咖啡因的 注意一下控制自己 就是一整天摄入的咖啡因的这个总量 巧克力里面也是有咖啡因的 抛开剂量谈问题都是耍流吗 还是怎么说的 反正只要你吃的东西失量 然后不过量 就OK吧 等一下 我的腿坐麻了 还有人问我 借内分泌医生的频率 大家知道我现在有假检了 我还是在定期的服药 我不知道在这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是做完试管的话 自动的进到那个高风险孕妇的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除了看我正常的OB以外 我还有看一个 high risk pregnancy的OB 然后这个高风险的这个医生 哇 他看的真的是非常仔细 我觉得我每次去都像在做大排鸡 就是每次去 他都会非常仔细的做B超 看你宝宝各个方面的一个发育 所以虽然我上周做完大排鸡了 然后大排鸡通过了 但是我觉得在做大排鸡之前 做的B超都跟大排鸡没什么差别 然后我之前本来有看的内分泌科医生呢 就直接转到去看我这个高风险医生呢 因为他也可以很好的控制我假妆线的这样一个问题 看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次 就是我每四周就需要去抽洗 他需要及时更新你的假妆线的各种TSH的质啊 根据你的血质来调整你的用药吧 到目前为止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我有没有害怕生小孩 怕 我真的还蛮害怕的 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就生小孩 都会是他们人生做的最大的手术 顺产还是抛肤还是怎么的 我都没有想好 到时候听医生的 然后看我自身的条件 我相信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 我其实并不是很担心 只是怕痛 孕期的问题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宝宝的一些问题 很多人很关心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会不会做gender review 外国人好像比较流行做这个gender review 其实就是戳一个气球 看它出来是粉色的还是蓝色的 它就是女孩还是男孩 我很喜欢看别人的gender review的视频 就是会为他们高兴 但是我跟迪伦呢 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做PGS testing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性别 我们两个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就是性别上的要求 男生女生我们两个都很喜欢 我们两个商量的结果呢 就是植入那个最优的男胚 她是男孩就是男孩 她是女孩就是女孩 因为男胚选择出来了之后 她会有一个打分的评级 就是好像根据她的形态啊 生长啊怎么样 那我觉得是她自己 给自己争取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 It's gonna be a girl 会是一个女生 很多人问她有没有小命 那我们其实从知道怀孕了之后 就有一直叫她一个英文名字 然后我们准备先保密一下 可能等她出生了之后 会跟大家公布 那另外呢 我们也想了一个中文的小名 就是小花椒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的 花椒算是四川的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 不能说食物吧 一个调味 虽然花椒是小小的一颗 但是它却有非常强烈的 又很独特的一个味道 那我就也希望 她即使做一个平凡的人 也能够有自己的特色 当然就是我觉得名字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好像一直也没有说 特别确定 大名什么的 我们都还没有想好 也许之后会改 如果有改的话跟大家讲 但是我是还蛮喜欢 小花椒这个名字的 然后呢 很多人问说 会不会养宠物 因为觉得小孩子 一个小伙伴的陪伴非常好 其实这也是我们 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从年初 我们失去角角之后 我其实一直一直很想要再养狗 中间呢 也有机会可以再领养Greyhound 或者是再领养猫 但是呢 我们最后呢 都还是决定先暂时缓一下 这个是当时做试管的整个过程呢 就我可能没有那个精力去 全身心的投入 照顾一个新的宠物这样 然后现在怀孕了之后呢 我也是一心想要好好的 就是把孕期平安 稳定的度过 牵扯到可能很多以后现实的问题 所以暂时的决定呢 是现在不会 可能孕期不会 但是以后小孩子出生了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经历上面 能够再去照顾一个宠物的时候 我们会再考虑 会希望孩子说中文吗 必须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甚至我们因此都在讨论以后 也许会回国 就是为了送他去国内读小学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两个还特别想 希望他能够说四川话 这个真的可能比较挑战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都说普通话嘛 我们两个都现在开始有的时候 用四川话交流 为了以后家庭的氛围里面 说四川话 因为在成都我的家里面 我的侄女啊什么的 他们很多都不说四川话了 然后我们两个呢 都觉得有点遗憾 地方的方言真的很美妙 四川话也很好听 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是希望他能够会说四川话 但是说中文是肯定的 以后的视频里面 会拍小孩吗 会不会公开小朋友 我觉得应该会吧 会需要我自己到时候把握一个度 视频里面 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什么的 我觉得不可避免的 肯定会拍到他 那当然当他长到一定的年岁 那当然这都可能很久了 如果以后他说他不想要出镜了 那我绝对绝对会尊重他的想法 月子中心还是月嫂 首先这边好像没有像 所谓国内的那种月子中心吧 然后月嫂的话呢 美国这边说实话 好像现在变得非常的贵 然后我跟迪伦呢 是觉得可能会很不习惯 家里面有一个陌生人 当然我知道可能比较专业的月嫂 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好的月嫂 那真的是天使 但是这个也可能很看运气 现在暂时的想法应该就是不会请月嫂吧 还有很多人问就是给baby买了些什么 我自己陆陆续续的有买一些小东西什么的 因为还早 我也不想要太着急 之后可能临到要生产之前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准备了些什么吧 以后vlog的频率会变吗 希望我的更新的频率能够保持 现在在运中期我的经历还是很ok的 就过了早期之后我没有再困了 现在也不睡午觉了 我觉得我的经历恢复的还挺好的 接下来今年开始了呢 我也想努力的工作 希望我的频率不会改变 如果我需要休息啊 需要请假的话也会跟大家说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Q&A 我感觉也说了很多 我现在嗓子都有点哑掉了 希望有回答到很多大家的问题吧 也是很多可能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些话题 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应该就是vlog再见 拜拜